好,歡迎回到第二節董晚輩的電台,《講萬咬借幫》 收聽的方法也是一樣 就是在網上聽,或者在星期二的錄音時段 其實很飄忽的,所以你不會知道我們什麼時候錄音的 有時10點,有時11點 今天我們請了幾位嘉賓來 我們慢慢會把詩迪變成主持 詩迪好像當了自己主持 會多一點工作人員,放心 大家好,我是夏木輝 叫夏木輝進來,之前有Brian,嘉賓 還有Small Out 今節當然不講《玉記者》 我們講講《奇準》的書 好 可以肯一點,小輝,你來吧 沒問題 你拋個球給我,好像你自己沒講過 你們講之前先代聽眾們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龍爺舞好像消失了? 這個問題是因為葉明發現在全力在製作劍邪神 所以那個時間性上,阿發有名認真的 萬公出細貨 即是出名萬 這麼短時間,能夠砌到劍邪神 其實是很好的 所以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 龍爺舞要押後一點才出 還有一些讀者給了意見 就是說這個龍爺舞裡面 有些採稿需要有改善的空間 所以我們都會交給阿傑多 他幫我們再撿一次,然後才出 希望做到最好 大家看到下一期的質素的時候 都可以證實到今天我說的 不如這樣吧 反正也是 脫了期,很難再出上來 不如合定本一次出上去吧 四期 我怕被讀者罵 你之前兩期已經收到別人的錢 因為有些讀者買了兩期就在等 等好還是不等好,你都要有交代 會不會出呢? 出是會出的 但是阿發現在最新的情況 他應該是欠第三期欠五張 之後就會找人幫忙再收了我圈的稿 然後阿發就直接撒到稿件上 我想大家都要給他一點時間適應劍邪神 因為在畫面上可以看到他放了很多心思 你說會出就行 最多好像某間公司那樣 出一下就停了 然後出另一本書 百多期之後才說再續一次 第五期 但他其實有幫另一間公司寫另一本書 大哥 都掛我的名字 我想不會中間掉頸掛 除非我掛了 那本港名是不定期刊 變年刊 這本是周刊 如果一年肯出一本 我覺得已經算是這樣的 那是有名字的書也好看 那些還在等待的聽眾可以放心 可不可以放心 可以可以放心 繼續等龍爺武 然後現在就劍邪神 龍爺武還沒說 剛才已經 都沒說過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已經說了 上個星期已經說了 你回聽吧 我們在米後已經 你叫阿小貝進來不是叫他 不是他講劍邪神 劍邪神 你不要以為他不看劍邪神 我也有看的 對 又到多個星先 我們 又到多個星先 好 先說劍邪神 上星期我們就出席了一個聚會 劍邪神 劍邪有免 bed 對 劍邪神 劍邪神 挑剔也有挑剔的,但要挑剔的書其實太多了 但我覺得人物索造似乎有些不夠細心 其實我們亦有網友迫溫在留言 他說究竟你們有沒有好好的掌握劍邪神現在那個人是甚麼性格 他在羅漢的背上寫著圖子,打算跟他說一句圖你滿門 但去到之後就說,袁昔,你聰明就叫走你的圖子圖孫 我只是動你的 究竟他是這麼窄心人口,還是這麼盲目不仁 究竟他是想圖人子,還是想叫人走? 不是的,我覺得可以是說,我在科林道也回覆了他 那可以拋你的,我只是說是圖子,未必要殺你 我這次一定是三炒你的,你投不投降,圖人輸一半 投降輸一半而已,困一下你而已 他圖子是圖姦子,不是圖的人 你不如用圖鴉的圖,我畫你那個 噴出圖鴉 他認為圖子是有生命的,拆掉你就可以了 寫錯字,圖鴉的圖 我現在噴你的廟,有甚麼解釋 這個我只能夠說,這個讀者實在看得很用心 所以這裡我要回去跟阿發研究一下 因為不止一個例子,他證明這個人 應該說未能夠掌握到劍邪神的個性 你說到他一心想殺人 他知不知一早就知道關恩就是關七索 不是關七索,關七殺女兒 你喜歡打麻將 九張 九陰,九張 他知不知他是阿七殺女兒 這個能否牽涉到第二期的故事內容 讓我先回落 因為其實第二期,我想看完 大家整個感覺就不同 正如之前,有些訪問都有問 因為我覺得他第一期 有一些位置,我們覺得很大路必需要交代 但第二期整個故事的轉節很明快 亦都交代了一些劍邪神過去 然後他在裏面就扭了兩次 我自己看的時候,我都覺得這期真的挺好看的 所以你現在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跟我現在所說最精彩的片段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要想一想怎樣回答你 不要緊要,如果關乎劇情 你就保持神秘感,不透露 但希望你們記住 寫每一個跟主角有關的情節 都想回是否符合他的性格 我剛才都未說完 他可以是拋他 即是說圖子,但只是拋他 其實只是想噴漆 想噴漆 我噴漆他 那又可以是反口的 即是說你認輸 就是為了你認輸 真的投降輸一半 我玩你而已 我又是殺了所有人 這樣都可以的 即是他那個行動 不代表… 即是… 未是泛駁位來的 那我覺得這些是 很buy我們的讀者會這樣想 有得鬥字我補完 其實我覺得 某程度上 如果我聽到某程度上 我就覺得 這個位其實需要再滲舊 也可以說是一個漏洞來的 即是可能 編劇度的時候 會有一種 喂,圖子感 難道我只是說我來殺 殺殺原色 這樣 不是 所以增加戲劇感 當然是圖子厲害 但他來到… 圖子是日本人的名字 圖子 我突然有想起 是否設定的 劍邪神 是很深山大野的人 其實最初 我們想的時候 因為會承接一些之前發生的故事 所以這個劍邪神 在我最初 構思跟編劇談的時候 他是一個 不太懂得世俗禮貌的人 所以 為什麼他會 坐著吃麵的時候 他不是用筷子用手呢 其實他是一個 你可以當他是深山大野的人 但可能阿發的筆下 只有英俊、英俊 所以 所以 沒有塑造到 他是一個 其實 我最初想到 他的粗衣麻布 爛鬼 可能有一點 鬚筋 頭髮也比較 再蓬鬆一點 也是因為這樣 可能 再畫出來 主筆有他的概念 所以我想 會有一點 大家有一點 偏差 但我剛才想起 如果是 這個野人標的時候 會不會是 其實他會不會寫字 這個 這個很重要 圖子的圖子 不懂得寫 寫一個圖 他不知道圖子要殺完 他想要開房子就算 我只是圖你的房子 紙的房子 核心地方 就是這樣 殺了幾個人 然後畫花紙 就是圖子的意思 還有 關於 班人剛才說 吃麵 專門手吃麵是一個表達 這個是很獨特的演繹方式 但是 譬如他 既然是一個 不懂得禮教的人 那他坐都沒有理由 坐得這麼端正 或者他第一集 跟那位小姐聊天 枕頭聊天 就不會這麼文雅 你跟關欣那段 我就有很多話說 你簽下去了 所以我就會再跟編劇 好好溝通一下 因為 某程度上 也都 可能在創作意念裡面 我就說了這個 我覺得他出場 坐在那裡 很粗豪地 吃麵 他帶出這個人物的性格 或者他的背景 一些東西 但是 問題是 回到編劇 他可能放了一些他的東西 他又尊重我 放了我的東西 然後他又寫自己的東西 中間 有一種 你們現在大家 看到的感覺 好像不是太match 有一點點不明白 為什麼他要用手吃麵 就會想 為什麼他會用手吃麵 因為 畫面就好像表達不到 粗豪那一面 反而像 這個是他的習俗 或者是一個小動作 是不是 過往的經歷 引致他 畫到有點像L 在那裡吃麵 那段 他還沒有蹲在那裡吃 但是我覺得 那一幕 我留意到 另外一件事 他不是一路吃麵 旁邊有個道士 說 哇 奇掌啊 那樣的 但是他揭穿在身上 哈哈 他有一個 壺碗的 有一個壺碗 那樣的東西 就是這個手掌呢 遮了三分之一 哈哈 哇 奇掌 所以這個道士 也是奇人 遮著也看得到 哈哈 行家 遇上行家 是啊 這一下也是有一點點不得的 是 但是 令我覺得 我看完我最初 嗯 就是 第一下揭完 第一個最大的反應 就是 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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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欣又 全裸地說 我以身 上去 用肉體來報答你 因為打走了三個 要綁架他的流氓 其實 那裡也有少少搞笑的 不過 通常古裝沒什麼所謂 就是 以身上去是OK的 我心裡想 啊 這一群人想奸 是這樣奸不到 然後那個人救了你 你就 哦 醫生上去也給你 就是 你一塊錢 沒有所謂 不是 他後面是說他有辦法的 就是 對他見邪神 是一個 那條復線要看第二期 是啊 那裡也有說他是一個 陣子 但是呢 就是脫了衣服 然後 之後他 第一期用Cross Card 然後又切回去 他在少林那裡的事 然後又再轉回去 在關欣的房間 已經在搭上了 在搭上了 但是呢 關欣說了一句說話 就令我覺得很好笑 啊 你昨天遇到我 為什麼你今晚才來找我呢 然後呢 就是完全浮現的畫面就是 關欣 就是救了關欣 關欣全裸 然後劍程師 咦 你先好住先 我先小林 你先好住等我 去找沖定量 沖定量 停乾水 我會回來的 那你去那間客棧 開一段房間 我稍後回來 我稍後回來 稍後回來 有關欣問 啊 你去了哪裡呢 啊 我上了少林 我聽到 反應就說 你又不想 你走去上少林 少林原來是一條女兒來的 小林 所以是有點奇怪 就是你把他一連串的事件拼起來 不知道會不會是太趕 大家沒有注意 但是那個時間性那裡 不是握得那麼緊 是啊 因為 就是那個位置有少少奇怪 如果你說 其實是當晚發生的事 這樣就會合理一些 而且 這女兒還全裸在街上 怎樣回家 其實我覺得 不如不要說 他 即是直接當 昨晚已經 搞定了一劑 現在 再 回家 如果他不說那句 就會好些 如果關欣不說那句 你為什麼昨天 昨晚不來琴我呢 昨天認識我 今晚才來琴我 即是他不交代時間性 反而看起來就沒有問題 證明劍邪神 不是一個 很濫交友的人 很等待 很等待 一個蠶嘴的人 他很有耐性 他不會因為有得吃 那先吃了 可能他喜歡冷盤 那我 有個網上 插得我很狠的 small out 我也很希望 聽聽他 對劍邪神的意見 那現在 small out兄 發言一下 我上來 本來是想插插圖 抄圖 但是抄圖這些 已經有點歪 先講講故事 其實整本 我覺得 不算太差 但是 不是很吸引我要追看第二期 因為 說真的 可能30 page的故事 不是說 股市去得很順 或者說了很多 只是交代了一些背景 我覺得 有些人說第二期 我會期待第二期 但我想說 畫面 那方面 那方面 一般畫面 我真的不太擔心 其實很強商 就是 故事一定要有完整性 以及設定 也不要說 初五期的設定 但是人設可能 忽然間 整個性格都轉了 這些可能 過往看過晚 太多這些 大橋都轉了 我不知道 可能因為銷量問題 各方面 會 落差太大 我想這些 你們 畫漫畫的時候 一定要前設得很仔細 所以小背 剛才問的第一個問題 究竟主角的性格 是不是已經定實了 或者寫的時候 會不會一直都維持著 這個方向 是很重要的 還有我覺得 今期 有些 例如有一格畫面 我看完 有些 有些 劍尼神 很型的 走出來 塗了一個紙 但後面 爆血 爆到 過萬人的血 才可以爆到這樣的畫面 我覺得 我覺得這些很馬sir的感覺 是嗎 我覺得這些很明顯是 從馬sir的那種 那種藝術 象徵走出來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覺得 阿發可能在這裡 這樣運用出來 馬sir以前很喜歡 用這種效果 你說 美國漫畫這樣寫 就太誇張 中式漫畫可以 因為那些血 就是被內徑所淺出來 爆得那麼厲害 他的意思是 五百人是流不到 血會這樣湧出來的效果 就是那個瀑布 就是他在窗口噴血出來的 還有看到 中間其實就 看到 我有點火滾的 我就想 糟糕 不要緊 可以的 可以的 我記得大約是 十六分鐘左右 你看到關欣 然後擺不到 那晚 所以你就很想 我覺得 嘩 有沒有搞錯 一個大家龜兽 又去派糧食 這麼善良的女生 被強暴完之後 然後就 還未未未 差點被強暴 看到這麼大件事發生在她身上 竟然可以這麼冷靜 之餘 就說 有人來救我 我不是要獻身給你 其實很統一 她之前派米 她現在也是派米 不是鄰是派 不是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 Trap來的 我後期看到 原來都說得通的 因為可能是一個局 來的 我覺得 也有 叫做 未必是兜 可能是有安排 這些 是一個計劃來的 我覺得OK 這些東西 但我有一道想問 因為這裡 可能涉及看 廣漫的經驗 就令到我和小背 看某一格 就會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 劍邪神呢 殺完那幾個標形大巻 就是準備鄰人大米標形大巻 之後 突然有一個黑格 然後有幾個刀器 然後 又看到一些 布 開始在關恩手上捲出來 然後下一格 就是 她的上衣已經開始脫掉了 我就會覺得 這些是之前 劍邪神殺那幾個暴徒 之後 流出來的劍器 餘下的劍器 弄爛了關恩這件衣服 小背就會說 她多補幾刀 剪爛她的衣服 即是她想剪爛她 很像喔 所以我就想看看 究竟她想怎樣 其實 那個 我自己理解上面 她是殺那幾個 什麼暴徒 倫米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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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衣服 即是一氣呵成 一舉兩得 即是有心的 沒有心的 嘩 這樣就厲害了 沒有心的就只戒了心 沒有心的應該戒掉她的手 這些 肯定是有心控制之下的刀器 才會出現這個效果 這是一個戲劇的演繹 為甚麼呢 即是如果她殺了幾個人 然後她再浪費兩格 劈爛她的衣服也好 或者女生自己扯爛她的衣服也好 其實在畫面上就累積了 我想大家都可能會接受一件事 就是一個戲劇的效果 就是她的刀器這樣 淺了出來 然後女生的衣服都爛了 然後很順理成章 她就張開雙手 叫劍邪神 COME ON 要米媽 所以 我會覺得 一氣呵成 節省讀者一些看書的時間 節省脫衣服的時間 一氣呵成 你不會說 怎麼搞的 還要慢慢摸完衣服 我覺得這件事 生活節奏太趕了 我們香港人 對構圖方面 就有一點點意見 其實就是這一幕 就是這一幕 關恩我覺得畫得很漂亮 即使我看日晚的人 我都覺得面相和照顏色都很漂亮 還有假髮拍照照畫 你不要破壞我 我完全想到那個樣子是怎樣 你不要破壞我 死都好 說回關恩那一幕 有一張是全版Hot page 採稿 就是你要吃米媽 對 你要吃米媽 其實 假設那一場 如果日晚來說 就是沙別樹位 超沙別樹位 還要做完整大阪 但是 就是因為角度問題 你要看到 例如關恩的胸部 它是肩甲骨 對落所有位 就是見到劍斜神 滷肉柱 那個樹根 我在說手臂 他的手臂實在是那一刻出現得太不理性 遮得太認 其實這個跟阿發談的 一開始說不如這樣 那些頭髮 向前 遮掛兩條 這樣 可能整個美感會強些 更加 更加 服務讀者 但是阿發 他又覺得 害怕這樣 會不會過了火 不會的 不會嗎 其實現在入盲很多 你問律師就行 不 就是我覺得 問律師 又是否過火 這個法律的問題 因為問牧師 問牧師 又是另一個道德的問題 我們作為讀者 就是 你要給service 你不需要去到 如果你不用二級書 那你就找一個空隙 我覺得現在的年青讀者 除了冰姿這些阿伯之外 他不是年青讀者 他不是年青讀者 那你不用照顧他 這些不是年青讀者的阿伯的感受 我以後都不會缺席 原來被人抽水 不是喔 阿伯才喜歡看 色白褲 他就是喜歡看女紅棍 他就是喜歡看女紅棍 那種露了點 就是擺明 對 擺明的 就算不用剛才那種 頭髮遮的方法 也可以轉角度 又或者 如果不是 他是兩隻手攤開的 他是兩隻手捧著胸 夾一點點出來 其實都很差別說 捧著包米 對 捧著包米 就是這樣 他被人戒爛的衣服 都可以有矜持 遮住胸 然後就問你想要我媽 但最好不要有劍邪 整個肉柱在那裡 我會直接去看 就是只是一點點 出一點點背影 對 他的肉柱很濃 一塊塊肌肉 因為他的重點就是關恩 他整個版本 真的有些破壞了 那一頁本來應有的美感 不是男生這樣說 還是連女生都覺得 應該是這樣 我也很認同大家的意見 我特別喜歡 兩隻手 躲在前面 有些笑容 捧著包米 對 捧著包米 但又性感 以後處理畫面 你們不妨可以大膽一點 大膽一點 沒問題 其實好像龍鹽舞 你咀完之後 都會把口水撕出來 其實這些都是很H的漫畫才會有 一般愛情小品 反而不會寫到這樣 因為龍鹽舞是我圈 所以有口水撕 就有口水撕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應該要想想 究竟既然你想提供服務給讀者 那應該要提供到什麼地步 你要去盡點 你要派米 你就慷慨點派 你給他一點氣氛 他轉頭都死了 其實這個 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當日我和劍邪神大會 準備了一些禮物 就抽獎 其中是當日出的三個神兵 兩個俊熙特別版的簽名 那期間俊熙就看了劍邪神 他開頭揭的時候 他說這個女主角很漂亮 是不是跟我來畫 那我就說 其實我一開始都有看阿發畫的時候 我都說 因為這個很漂亮 不如找阿珍熙做 然後阿發就冷冷地抬高頭 跟我說 他第一期的結尾死了 所以暫時打消了這個概念 但這就是一個秘聞 我以為你是說 其實就是因為 就是照著珍熙畫 所以當日我們沒有戒冷的衣服 所以唯有空想一些 但空想不到 就畫自己最熟的肌肉 手臂出來 那我要澄清這件事 絕對是阿發的空想 不是我的空想 另外我想回應一下 剛才Small歐讀者 他講過一些橋段裡面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最重點 那個位置是 擺明關恩要認識劍邪神 其實是一個局 所以最後你可以細心一點再看看 就是阿劍邪神拿著關恩的頭 走出去的時候 他老爸說反而是笑的 其實這裡是一個扭招位 因為其實應該 一般來說 那個關七殺 當然是被你識穿了 當然是大驚 大驚面相 然後切斷 但他反而是一個陰謀 在這裡冷笑的 那下一期最主要的轉折位 就是 精彩的地方 其實就是這三個人的關係 我自己看的 我也覺得 很出色 就是在這三個人的關係 那個微妙的轉變裡面 就是 那個起伏都很大的 大家 我相信這些人情上的問題 會是 劍邪神其中一個吸引的要素 不過還有一件事 差點忘了說的 就是 少男子的設定上有一點問題 第一 金鐘罩十二關是沒有暫緩的 但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說 找到他暫緩 這個是黃先生的設定 雖然很深入民心 但是 可以也有我們自己的設定 我那一同兵之 跟老人家談的時候 沒有辦法一定要會涉及這個問題 就是覺得十二關的金鐘罩 不應該有罩門 我覺得就算 你沒有罩門 都一樣有機會被破 你只要說到對方的功力 高到連你十二關的 硬大魔 暗黑大魔就可以了 就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除非你額外去解釋 如果不是讀者就會覺得 這個是北緯 另外一個我們覺得北緯的問題就是 劍邪神那一天 殺了之後 小人就消失了 因為一個人都沒有 走掉那個人呢 那個人都是少林僧人 其實還有漏網之餘 聽起來好像有些問題 我覺得這一方面 會不會是 構思故事的時候 跟喜智那位朋友 可能 溝通上面 可能想的時候 故事都應該是 大部分殺光 但其實還有些漏網之餘 其實就是原色走了 喜智那位人兄 就是殺光 一個人都沒有 然後看後面就寄了 看漏了 可能 如果說北緯 剛才說了那個看獎 沒有 這些都要小心 老實說 作為一本創刊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劍邪神的創刊 應該說大部分的廣漫創刊 都會有一種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漏斃 就是 無論如何都要大打一場 其實不知道為何突然要大打一場 很多廣漫創刊路都要這樣 想著這樣就會很厲害 其實不一定要 就是我不知道 所以我最初提過 有一些廣漫撕不甩的傳統 是的 問題其實就是 作為一個讀者 我們也根深剃固 覺得這件事是爆不爆 就是看你打不打 你不打 就是不能爆 讀者看完一期之後 發覺你不能打的 你打得不厲害的 那他們就會覺得 嘩 不來如是 那所以其實 在掌握這個位置裡面 我 都會覺得 就是為何第二期 會覺得好看 第一期就是 有時候 自己作為創作人也好 或者 有份製作人也好 那 很自然會進入這個陷阱裡面 就是你一走出來 你就要做了這幾樣事情 是不能退出的 但是 有沒有人敢 這樣去玩這條計劃呢 當然你說 去到超級競秋編劇 我不知道是誰 但是 他把這條計劃出來 又很厲害 但又不用打 而令到你想追下一期 其實是很難掌握的 因為漫畫始終都要靠畫面 都會打的 對 雷龍哥說沒有打 雷龍哥說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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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才會打 中間才會打 那也是在一期裏出現 即是 他開頭就賣弄了那些 大家一幫人在那裡 搞搞振的那些畫面 然後才出 主角 後來也是打一頓 所以我覺得 打是走不掉的 這是一個傳統的模式 第一期一定是要做幾樣事情 不過聽完巴仁和你聊過幾次,都發覺你應該不會只讀古日美,打算靠打去站穩陣腳 希望接下來劇情上的編排,或設定上會多些吸引的地方 其實二、三期打的事情,就不算太多 主要都是走巧,我很有信心,看了第二期的讀者一定會覺得好 因為阿發寫的畫面,很震撼的 有一些超脫幻想,超脫我們思想上的畫面 尤其是講劍邪神,過去都比較吸引 好,講完劍邪神了,講到一些勁爆畫面 阿郎最喜歡講,當然是黃蜂雷轉 今期有話要講,沒有輸在手 今期說,金羅漢走了北韓,找達摩為止 就學了這個暗黑冰火 四重 我覺得這個設定真的很奇怪 即是,第四重那個叫破金鐘 他直接不用練頭三重,已經立即上第四重 不,我覺得沒所謂 我從來都覺得沒所謂 如果你當是一個普通傳統武術招式,你不需要順序 但他之前的設定不是這樣 黃蜂雷又打王少夫,又打王小龍才能上三重 如果金羅漢要上去的話,他又打誰呢?他以前羅撒教的同事 即是很奇怪,所以他立即跳了,一上去就 金羅漢直接學這個第四重,破金鐘 這個又是很奇怪的,為什麼會有一套武功 他去到第四重,就只是為了破一種武功而用呢? 這麼深仇大狠? 他很奇怪,他是破金鐘的內徑,是跟金鐘閘的內徑互相排斥的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抵觸的 這個某程度上你講得通的 即是等於你本身是一個很仇視日本文化的人 跟著叫你拿著把武士刀去殺人,你覺得很不妥 我不會殺人咯 類似啦 即是他說他這樣自身的內徑抗拒這個第四重天的 就某程度講得通 但是當大家還在想,你頭三重天那麼厲害 又分身又時間停頓又成 去到第四重天,原來只是叫破金鐘的一招 即是感覺上好像沒有了東西,沒有那個驚喜 沒有了一些特異的東西,是嗎? 但你們想不想要,之前又說一二三重天很特異 所以不喜歡了 如果他自己要,不要理我們首先 起碼他身為創作人,應該是統一的 即是沒有可能第二,頭三個是強化本身的戰鬥力 去到第四重 黃鋒雷都說要學第四重的救自己 初時會以為是跟療傷有關 甚至有人猜會不會是時間倒流 令到傷勢消失 現在聽起來就似乎不能夠自圓其說 即是他中間有扭橋,即是扭了圍背 初時的設定 即是可能扭了山崖這樣做 前面有車,一扭,一臂,衝了下山 好像是52年 52年至53年 只剩下幾期,好像是58期 對,大概有第二輯 還有今集,臨尾那裏 本來就是黃鋒雷和劍妖大戰 預告了,賣了廣告 人們連球都不看都要去看 一堆,一堆 其實KLead不太多人看 KLead厲害的過JLead JLead厲害的過英招 就說到,哇 甚至乎亞洲盛事 好像奧運一樣 這麼多人關注 明洞教堂 其實那場 哪個主辦的呢 應該是 阿... 阿巴 阿布 還是阿巴 我認識那個叫阿巴 什麼什麼字 問題就是 你連這兩個人都沒抓到出來 你去救姜跟別人說 我會有這場比賽 喂 某一隊足球隊來不來香港 你都要確認他們來簽約才可以公佈 就好像李記一樣 剛剛前髮又說來香港 然後現在又說 李記又說康文署留難 還是不知足足留難 所以其實就是 價錢很貴 所以說我們的起金很貴 其實不是的 根本就是他們要看我們 可以招攬到多少人 才可以收一個什麼價錢 諸如此類 其實你都沒有確認 你怎麼簽約 你就走去說 我們厲害 今晚我們請到 我都不可能跟你說 下一集厲害 請到黃玉郎和賢哥上來 說咬姐幫 夠不夠薑 我剛剛那個也是假的 只有一個球場 但就告訴你 有兩隊很好球 我告訴你 如果下一集 我告訴你 吹水的話 黃先生和賢哥會上來 我覺得很多人會上來 但是我不可能這樣做 因為沒有這樣的事 那些盤都開了 還有一群大粒老通天教 那些都來了 好像做陪襯小丑 我真的不明白 以他們本身這麼 公務繁忙 會不會這麼多時間 之前說爭爭心王 就有些原因而已 心王二十億 好啦 真的離開 免得這麼早 機票又未到期 玩多兩天 會不會太膠 尤其是遊客 然後黃鋒雷說想試招 好癡油就幫幫你 然後不用說了 我老天尊肯定不會 扭著腳 我一定會來幫拖 那是什麼意思呢 鋪排下一集的通天風雲篇 免得到時人家又要搭多轉機 繼續留在韓國 還有有個網友跟我說 他發現一個很膠的地方 就是這群大粒老 這麼多錢 就想在酒店看直播了 竟然只是屈在網上看 那是神秘漫畫家 只是屈在看三二寸電視 我們去卡拉OK看球都不僅小 哈哈哈哈 是啊 他説 躺大的總統套房 裡面坐著幾個強人 用最高科技來看這場比賽 他當然不會像普通人一樣 和人在街上逼 結果他有一個32吋的LCD電視 真的交到震 這群人一人一間總統套房 還有 其實是不是用projector都可以 我們假假地都有一個projector 在這裏 這間 我們不是很愛我們說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這裡比總統套房 比總統套房 比總統套房 起碼有projector 看看哪個總統 津巴布衛 可能是 津巴布衛的副總統 你知不知道曾經擊落過一部直升機 真的打的 真的打下來的那個女人 所以那些肥婆來的 聽眾上來發覺 這裡的享受比通天教主更好 哈哈哈哈 慘了 誰做教主 那六月份就可以咳龍虎門 不用看通天風雲篇 那可能通天風雲篇就是 講他們如何重新掘起 就是講他們 我們爭取教主 是應有的待遇 我們爭取一部projector 爭取projector看球 是啊 六月求貴休息 哈哈哈哈 就是兩本東西各有國交 龍虎門和風雷 希望他們能夠整理 好 那講 是不是講殺道 這個星期最後 當然要 臨尾禮說要交一些正能量 好請講 正式開播了 那就今期 之前大家猜的都中了 阿信似乎真的被女兒盜了 搞到戰鬥力大減 雖然開頭很威猛 也都很明確地講了 究竟第三道覺醒者 面對現代軍事武器的威力 可以去到哪裏 沒有啦 我覺得 跟Brian那本劍邪神一樣 最近那些男主角都是 隨便搞女兒 搞女兒之後 就一定有事 就是幾有警勢 你猜個個都是王小龍嗎 殺了外府 那女兒都要死心塌地跟著她 不是 那女兒還說要來搞她的棍 不是 讓她試一下她的五郎八寡棍 她這些就是小八念 好 繼續說回 她搬了小姑爺 說回阿信 那 但是 這個軍事上的安排 似乎真是 兒戲了少少 就是 我們上個禮拜講過 其實 你 如果不是想著要招攬 這個成就位 將她收歸其下 你徹底毀滅她的 就不會 部署 這麼少量的行動 但是呢 我很喜歡阿信 就是 赤軍射過飛彈過來 然後阿信 就走去 跳上去 然後 徒手拿著 然後又不知怎樣插爆她 拿這個景 是很漂亮的 就是在天空上面 一看下去的景 很漂亮的 然後回到城寨那裡 真是好像我們以前 在啟德上空 看回九龍城的感覺 很棒的感覺 就是很難言喻 就是插爆她的感覺 是不是 哈哈 是空中的感覺 是那一刻 好像一個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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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沒有空術 沒有空術 地上角度 地上角度 或者是平面 很快 反而不會是 就是用虎欠鏡 再上少少拍下來 也不是沒有的,今期 今期火仁邪神牽著劍魔那個就是虎欠 說他怎樣捉住劍魔的手就是虎欠角度 不要再提這本書 施滴不讓我打開這本書 今晚首個理性言論 然後只剩下一輪 兩大巨頭,赤君對信義 我覺得赤君,尤其他這幾期的表演 那種陰沉,那種姿態 很有鄭浩嵐的感覺 拍他拍的強姦系列 那個鄭浩嵐,陰陰沉沉 有少少姦,但又有少少型 冷靜地做壞事 你講鄭浩嵐,你叫赤君 赤君的 我覺得和仔一向的構圖都可以 是可以的 尤其是之前打千秋那一幕 給到懸空感 可惜那兩個千秋 那個女生一時在左邊 一時在右邊 錯了位置 老實說 和仔的構圖和 老實說 我覺得他最吸引的 城寨這班人 雖然每個人都是配角 但配角都會有東西玩 不會浪費這些角色 不會搶鏡搶得很厲害 但你會吸引到他們 自己的生命 這是重點 尤其是今期奔妮換了一件新維菌 有個食字 很吸引 因為食字get 然後高太太剪了短頭髮 變成美內達之後 她終於展現她的技術 可能就是華麗的奧場 雖然那一幕就不太華麗 但最少她想表演的 是這樣的效果 對不起 我覺得今期一般 我很期待下期 因為那張預告 我也是想說這件事 高太太一眼 應該是高太太 就是嘴巴阿信 其實可能是赤君 那又真的 猜不到他 所以這個書題就是共同 所以說出事了 你竟然嘴巴我 就變成救害人發帖那個 一吻就中毒那個 不是 可能到時赤君 才會說 其實我就是高先生 你混了女生 我來搞你 原來叫高赤君 可能叫高君 但為了改名字 叫赤字 但是呢 今期呢 有幾期都想說 其實就是 關於和仔的封面 尤其當一葉城寨 做了主要的地方之後 很多封面也有很多實景 這些都是其他漫畫比較少出現的東西 是很特別的 有一期只有一個招牌 一葉賓館 很早期的 一葉賓館 但是計算有實景 做不做一些死人倒樓的效果 看看那一期有沒有相關配合 但是 老實說 所以對不起阿絲迪 譬如說金其龍虎門 黃小龍他鵝塔 然後後面有一條金龍浮來浮去 雷紅棍那些 雖然都有實景 但是小到媽媽都不認得 不太像 反而像是想多些 武神就更加不要說 其其都是一條人 然後後面就是 磁場轉動的紋 或者加幾隻動物就是 蟲啊 還有後面一定是空白的 一定是單色的 天下就好 不是天下 天子就好少少 天子就好少少 就算沒有實景的 都人多 譬如他之前有一個十連環的 黃城血路編的十連環 每一集都有景 或者有動物 去連結到下一期的 街霸就人物一大堆頭 如果是嘉賓的 嘉賓主筆的 就只有角色封面 所以就更加突顯 殺到這本書有多用心 就算Brian你在這裏 我也是這樣說 邪神和龍耳武 或者以前的三火神兵 都是這樣的 都是只有單一個主角 然後後面實色 沒什麼特別的 這個是你會見到 和仔在想這本書的時候 他不單止只掛著內文 封面他都會覺得 是一個他需要放心的地方 最後再說一些東西 其實是關於赤君的 這個角色 來不來都喜歡吃花生 即是 花生客 其中一樣 但是我 我懷疑他有這樣的暗示 因為他很久以前在海洋的時候 有一本叫風雷 即是《末日戰狼》之後 那本作文 風雷出了兩輯 風雷第一輯的時候 有一個敵方的首領角色 又是喜歡吃花生 和仔也都想自己穿欄寫過類似的東西 即是 他自己 好像是對某些小動作 或者人的嗜好 是有些 很深入的 特別描寫的 這個是講漫日比較少 很多時候被人評為 人物的描寫太過片面 有時候就是可能缺乏一些 他們日常生活的小動作 或者是嗜好 這個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和仔就不知為何特別編好花生 我希望將來有機會 在其他 可能他只剩下了 看見多一些描寫 例如 就算蒙面超人也有 日本 例如早幾輯的五五 主角呢 變原身也有一個小動作 就是喜歡搖手 好像運動員那種動作 這個 我又想講一下 因為其實他去日本 你知道日本人一向都很專業 其實他們每一個 我們當他是龍虎舞獅 他飾演這個人物 他去到日本什麼場合都好 他這個人去做那個角色 他就不會說 阿Thomas今天休息 要找阿姆日朗 頂要先 他們不會的 那就一定是 基本上都是那個 表演者 他們自己做那個角色 所以他們 不要說Fives 還有其他的 拉打 其實他們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小動作 譬如電王 他撈完那個卡片之後 他會丟一張卡 一路來 我想 由平成年開始 他全部都加強了這件事 有那個表演者 自己的一套小動作 很欣賞他們 這就是 很欣賞他們 他的身份象徵 或者這個動作 廣漫 就真的比較少見 除了在我們身上 暫時 不太各 其他漫畫家 有這種描寫 還有今期 不得不說 最後殺到 殺到樂園 打為另類情報科 這個真的不可以說 要留給聽眾自己去看 怕這些事 不可以由我們說出來 怕這些事 只可以以為不可言傳 但這期很好看 殺到樂園 另類情報科 有沒有想補充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很感謝 師弟 萊濱 來賓 如果你想說一下 如果你想說一下 我想說一下 陸師弟 算了吧 陸師弟 就是想說這句 真是 我覺得很新鮮 他是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人 似乎是一個 終於戴金錢眼鏡 應該是御宅族 古代的御宅族 那些金錢、劍、鬼殼等 這些全部 還有 這個是一個角色 特別的 他的橋段 你講回鐵木耳 今期如何破他的道率 那裡 上一集你會覺得 你以為 哇 那個人中招了 今期看起來 原來鐵木耳是沒有的 他原本純粹是借前面的影像 說對不起 慘悔 去抒發自己的 愧疚感 那個內疚的感覺 那一 一拜完神 就 搗 怎樣說 搗爛那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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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了進去陸師弟的房間 還回那隻雞蛋給我 算了吧 陸師弟 阿斯蒂他的情緒 真的被你打亂了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很無奈 表情非常無奈 我感覺 雖然 這個 打王道十二宮的 橋段 感覺是令你覺得 是一個拖的情節 還有一些昆水的感覺 擺明就是 完全沒有提及朱元璋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怎麼提及朱元璋那邊 是沒有什麼發展的 主要是給 一個風英 人生落幕的一個舞台 但是 其實 其實 原本應該不需要弄得這麼大 不需要弄得整個武當山 總動員 去襯托他的人生的落幕 但是 令到你覺得 有些東西看不會 不會覺得 不會覺得 好像鍾英偉 在專欄裡面說 完全沒有了 沒有了一些特別的位置 我覺得他最後應該就是 死在阿君手上 死在將軍堡手上 最近我看《天子》 我只是看劉伯溫和小玲瓦 和朱扒 我覺得很好看 他們的感情戲很好看 我覺得 好像我們今天和Brian說 香港漫畫的女角 通常都要千衣百順 好舞個性 但是 朱扒和小玲瓦 或者是月影機 天女都比較傳統老土 一般 但這幾個反而是 有發揮的空間 我喜歡看他 譬如 他們兩個的感情 慢慢建立起來 劉伯溫 和他一起吃飯的時候 一邊 剛剛跟他說 不要說樣子 你都不要吃那麼多 健康有關 朱扒又不管 他繼續吃的時候 劉伯溫還跟小耳說 你有什麼吃 吃得的全部都拿出來 朱扒又微笑 好像覺得 你這樣暗暗我 但其實你還是遷就我的 愛情的知長 慢慢去建立感情 所以我很想看他之後 如何發展到 兩個人真的在一起 這裏他對這對 這對情侶 是不是叫情侶 那對情侶 其實會不會變成美女 不會的 他會一直在 朱扒和 絕世的夫妻 小玲瓏之間 夫妻命格 這兩個人的感情描寫 是差不多 整本內裡最濃郁的 加上他們 相對的時間會長一點 有些死了一點 我覺得紅毛大帝 反而男女關係的種類 是特別多些 例如鐵木真和鐵木二 就是夫妻 已經是老夫老妻 有兩個兒子 合作了很久 日夜夜對 有柯厄倫和黃漢 就是更老的夫妻 感情描寫會豐富了很多 反而主角那些 真的不被看好 吸引力也有 他經常去滾 沒什麼好看的 其實也很像 黃漢和歐厄倫 就是老夫老妻 經常都會吵架 其實他們都很愛對方 到他死的時候 都要拖對方的手 但是 經常都好像 阿伯阿婆 經過一段時間 就不太理會對方 但其實 情已經很深 深到 不需要再說了 鐵木真和鐵木二 就是一個 出去跑事業 鐵木真是出去跑事業 鐵木二就是一個延內座 但是 有一些後弟 因為他是 術赤的繼母 但是他是拖離親生母親 這個故事 就是他自己的家庭 也是存在 然後 月影機 就一早死了老公 或者死了自己的男友 但是 那個男友 就叫他 混合第二個 但是那個男友 有第二個老婆 其實這一段 如果另外畫一套 小品愛情漫畫 都很好笑 經常有個背後的守護靈 就是你的前男友 就是你的未婚夫 就不斷地說 想啦想啦 那條子很棒 但是人家有女朋友 都頗有趣 那個設定 然後就是剛才說 神棍和小玲龍的那一段 就會像是兩個 情鬥初開的 年輕人的感覺 其實他們才像是主角那種黃套戀愛 不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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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天女和朱元璋就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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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傲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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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但最後還是喜歡你 他這個完全不黃套 因為無論如果你說造型 朱扒或小玲龍都不是正常的 看漫畫裏面的女主角造型 那這個其一啦 其二就是 他們最大的困難位就是 劉伯溫怎樣衝破自己心理的關卡 接受朱扒 不就好像非天少女朱士丁那樣 那還有一對 阿春和拉奇 不說我很討厭他 那你如果要說另外一對 我想說朱扒和徐達 這就不是咬借幫能夠解決的問題 那他們倆倆也是咬借幫 咬借幫 他們也是咬借幫 不說陳月昌和拉奇很淡 完全不覺得他們有什麼特別 一個是無知的 一個是去混合無知的 那有什麼沒有感情交流 我完全感覺不到他們倆的感情交流 這對真的沒有感情交流 因為拉奇是說不出話的 我相信阿偉可能發表到最後 就是拉奇蒙古人 可能常宇春是娶了他 但到時真的大戰爆發 他們的身份對立 那樣東西 就會是這樣的一種認識 確認識一下 常宇春的老婆 是否蒙古人 大概知道是拉奇 沒有所謂 現在都擺明跟他們的一對 好啦 今天節目時間好長 多謝各位好多嘉賓 來一起去拍攝 多謝你的邀請 多謝聽眾的客人 多謝大家 下星期再見 拜拜